他真的被包養過 其實包養並不是一個 不好的事情 是嗎 男人最會藉口了 好多藉口 男人最會找藉口 我們沒辦法吵架 好 一個人不能 算了… 我贏 真的 老婆換在我 然後直接拒絕給我 這有點幼稚 來 瑪莉歐 你不要以帽來娶人 他真的被包養過 真的要講最後一句是 你包養 你都不講 等一下… 其實包養並不是一個 是嗎 沒有 不交往 交往… 我曾經跟一個大我八歲的 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出頭 因為才剛剛在美式餐廳上班 然後跟一個大八歲的 可是我覺得 跟一個年長的女孩子在一起 你受到的那種 她那個餐廳號叫Friday 是不是 隔壁 隔壁 隔壁一個老闆股東 Saturday 我們認真的把故事講完 抱歉… 對 可是那種 你會受到的那種關懷跟照顧 是真的不一樣的 因為她經歷過的東西 真的她懂的事情也多 然後她也會關心你 照顧你大小事情 所以 可是我本身 沒有 大小事情 這樣可以大小便 對啊 我又沒有失禁 就是 就是我譬如說喝完酒 我去找她 她就會說 你今天喝的怎麼喝那麼醉 她會給你泡個熱茶 或者幫你煮個麵 幫你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本身 我喜歡照顧人 所以當你們女孩子 跟一個年長的男生在一起之後 我們會想要照顧你 也比較不會說 因為我長你這麼多歲 我跟妳爭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 真的 會處於一個 疼愛的角度來 對 所以我現在我老婆也是一樣 就是 她在家裡也是被 也是很受寵 老妖 也跟她有 當然有很強烈的爭執過 但是最後妳還是奧不過她 就是自己老婆 而且她就這麼小 我覺得跟年紀大的在一起 反而是我們去照顧年紀大的 那是她有病 你是 很大 那是她有病 你叫她很大 沒有病 妳照顧我們什麼 我們都這樣都OK 妳們就把我們當祕書 馬哥 馬哥他們兩個都沒有反應 怎麼反應這麼大 不是 好像不喜歡人家 講到她的頭 她好像心虛了 她這麼年紀大就有病 為什麼她反應那麼大 對 而且音量好大 所以其實要證明事情 我的體力好 難得我都全世界知道嗎 對不對 而且腿好跟能力好 也沒有絕對關係 沒有 我們在我們的情況下 我們能夠照顧妳的時候 是當然照顧妳 但是夫妻是相對的 等到我們需要妳照顧的時候 妳也來回饋一下來照顧我們 那不然遺產要留給誰 遺產是不是留給妳 不一定 既然留給妳 妳就照顧一下會怎麼樣 等一下那妳要有遺產 講到好像遺產很多一樣 差不多什麼 衛星 來 怎麼樣妳的看法 妳的看法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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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冷靜 大家冷靜 不要來離婚了是不是 冷靜 不是 因為我覺得跟年紀大的 男生站在一起 像我老公好了 他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除了工作 就是我都要幫他去安排好 要告訴他 妳要洗牙了 他不會忘對不對 容易忘 對 然後甚至 那妳怎麼會找失智症的 像秘書 對啊 妳找個腦子有問題的 妳老婆自己本身有失智 真的 不要攻擊人家 妳老婆在這邊請冷靜 妳怎麼妳不要這樣 人家老婆當老公的前妹祖 這很好 對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真的 甚至 甚至我去宜蘭 老公在台北 老公還會特地打電話給我說 我肚子餓了 幫我叫Uber 這樣子 就是他不能自己用 一定要我用 其實沒有… 這是我們那個稍微年紀大的 男人的稍微一點點的智慧 其實我們都能做 但是妳們這樣準備 我要讓妳覺得妳有用 存在的家屬 找男人最會藉口了 好多藉口 好男人最會找藉口 對 走藉口也是為了妳們的面子 不是 妳們會 這個很好耶 這樣子 老的男人很會包裝 就是因為年輕男生不懂包裝 這件事情明明就是他不會 老男人就會講說 你看我是因為我需要你需要我 油腔滑掉 對 油腔滑掉 不是嗎 這個叫油腔滑掉 只要婚姻能幸福 油腔滑掉也感覺 我自己設定覺得 五到八歲就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 因為再多 通常就當然有好日 人家會覺得說 他會吃比較懂比較多 可以教你 可是你們老了之後 真的會很辛苦 妳說我們年紀大 然後將來說什麼 一定要照顧我們 其實這個話不能這樣講 那什麼 因為棺材是裝死人 不是裝老人 有的時候要看什麼突發狀況 你十幾歲認為說 跟大十幾歲 你會覺得說好像在說教 那是因為你真的不懂 我們講的是對的 最怕的就是你們講這種 你真的不懂 我懂 為什麼不懂 先吵架 你現在覺得說 好像可以通融 那是因為你慢慢的懂事 你可以證明說 你講的是對的 懂一個人不能 好 算了 算了 瑋瑜 真的 老婆換的 然後直接拒絕給我 這有點幼稚 好 明白 他性責就是他 讓他讓他 瑋瑜 他年紀小 真的怕有差距的時候 吵到最後是這種態度 而且我們剛剛在跟你們這樣辯論 然後你們吵一吵 突然就這樣贏起來的時候 吵到你們就這樣走了 高血壓那個要注意一下 你看… 你看現在的光輩是這麼不重禮 忤逆 我等一下都想跟你聊 沒有… 我承認不起 我覺得我後來決定 就是要找年輕一點的男生 是因為年紀越大 差距越大 當他越老的時候 真的就只剩耳朵硬 真的 真的 就是很難 沒有 還有幹的都 對 還有幹 其他都是軟 因為很難可以聊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老男人通常 都會有一種 我是為你好 然後我懂得比較多 愛說教 對 他的出發點 就算像馬哥那個又欣哥 會願意跟對方溝通 可是通常都會有一種 高高在上的感覺 很容易變成情了 在家我都是跪了 不是… 我們當然是 我們不是 憲哥 我們不是說高高 我們不是 我們只是希望你們 不要犯了那些 我們之前犯的錯 你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你要我躺著講 那就是交代遺囑了 不要 語重心長 不要乖乖的 語重心長 不要犯那個錯誤 他是交代 加油 交代啦 再交代 讓你好 不要你犯他犯過的錯 對 就是我們有過那些不好的 因為夫妻是一體的 不是說你是我爸爸 你不是我的兄長 要兩個比較平衡 就是互相拚的 也未必說是一體 有時候也只是 是進去一下下 我想問你